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彭宁志 上次我们说到 新四军三师出了山海关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而1945年12月 东北人民自治军 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 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 由林彪率领着前总 极少数参谋人员 在辽西前线只会作战 等到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 活军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和隋中 接着又近战了 兴城 锦西和后路岛 当时林彪带着几个参谋和秘书 在兴城的江家屯 等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员 双方见面之前 梁恒初就已经率领着 山东第一师约7500人 到达了兴城 梁恒初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提到了 他曾经是彭明志的老部下 那么现在呢 梁恒初就已经是师长 而彭明志仍然是三师的旗旅旅长 那么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 会合之后达到了四万多人 那么林彪亲自掌握 亲自指挥 整个12月份到1月份 美国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运兵 抢占战略要点 当时除了国军13军 52军 已经由美国军舰 海运到新黄岛登陆之外 全部每些装备 号称是国军 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 也被运到东北 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 自从夺取了山海关之后 国军就凭借着精良的装备 出战的锐气 长期植物 沿着北宁县 极尽 当然杜宇明 说是要三个月内 解决整个东北问题 那么这些到达东北的国军 80%是海运 20%是空运 当时杜鲁门曾经声称 美国仅仅为了空运国军 就耗资三亿美金 不过这个时候 虽然敌我力量明显的悬殊 但是沿岸的党中央 和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 依然要求林彪的部队 在锦州地区 与来水汹汹的国军 进行一场大决战 林彪是在11月18日 到达辽西前线 他经过对敌我双方的 一番观察和了解 他在11月21日 向中央军委 排发了一封电报 大意就是 连日我在星城 锦州一带 所见所闻 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 疲惫涣散 战斗力渗弱 武器代表不足 也没有得到补充 自总部起 各级缺乏地图 对地理形势 非常不了解 通讯联络 至今未能畅通 地方群众也被发动 土匪甚多 因此迂回包围的时候 无从制导 敌人利用我的这些弱点 向我推进 我有一个根本意见 那就是 目前我军 应避免被敌 各个击破 应避免仓促作战 应准备放弃锦州 及以北二三百里 让敌人拉长分散之后 再选弱点突击 目前黄梁二师 接我亲自指挥 如能求得有力作战时机 即极力寻求战机 进行侧面的歼灭战 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 但不拟轻易的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 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所以说林彪对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贡献 不仅仅是辽审战役 从东北战事开启的时候 林彪的军事才能 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此呢 陈云在1947年5月 给高岗的一封信中 就曾经把避免锦州决战 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 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人 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 他在信中还说 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 东北很难有以后的大好形势 新子军三师到达了锦西之后 林彪就亲自指挥他们 和梁兴初的山东一师的部队 向后退却 不过就在从锦西后射的途中 新子军三师和国军 打了他们到东北之后的第一仗 当时林彪呢 一直是想以武力 侦查一下国军的战斗力 想先打一仗试一试 摸摸国军的情况 正好呢在十二月初的一天 国军五十二军的一个仙头师 进到了江家腿附近 林彪和黄克成商量之后 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 和新子军三师八旅 在第二天的俯小时分 向国军五十二军的仙头师 发起突然袭击 当时国军正在徒步前进 东北民主联军一打 他们很快就守住了 形成以西的主要山地 在山上东北民主联军 前进了十几里 把国军击退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 但是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的局面 林彪在和黄克成商量之后 向着把部队撤回了江家腿 红罗四一带不打了 在东北民主联军撤退的时候 国军也没有再向他们发起攻击 因为国军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 不了解情况 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 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那么之后呢 国军也没有再盲目前进 暂时在星城住下 这次战斗中 东北民主联军虽然抓住了一些俘虏 有少量的缴获 但是他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 因为没有后方 伤员育母出去 打了这一仗 他们发现国军的部队全是没些装备 战斗力很强 每个班有三挺轻击枪 还有冲锋枪 经过这次武力侦查 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两点印象 一个是国军的武器精良 火力强 不好打 一个是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 而且是一面推 使得国军得以集中火力 打他们的一面 导致伤亡很多 在这一战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 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 三三制 打下了四项基础 国军在攻占了山海关之后 依靠他的兵力优势 和东北民主联军 争夺中长路 以及沿线的大中城市 先后占领了隋中 锦州 锦西 长春 沈阳等地 关于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 林彪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不应该和优势的国军 争夺交通要道 及其大中城市 而是要把主要的兵力 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进行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的工作 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再依靠着这个根据地 和国军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 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在给中共 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 明确提出了 让开大陆 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 10月24日 刘少奇电告东北局 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 就是要建立可靠根据地 站稳脚根 12月7日 中共中央赴电给东北局的 彭真罗仁环 再次的指出 我们企图独占东北 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 已经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 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 沈阳长春作为目标 来布置一切工作 而是应以控制 长春铁路两侧的地区 建立根据地 利用冬季整讯15万野战军 建立起20万地方武装 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 为目标 来布置一切工作 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 帮你们迅速考虑成熟 加以确定 否则动摇不定 妨害工作 丧失战机 在电报中还同时指出 林彪来电中提出 部署以旅为单位 分散打土匪 做群众工作 这是对的 从这些电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 对于在东北 如何开展工作 是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它的方针政策 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进行不断的调整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 也是最正确 因为无论你在脑海里 思考过多少遍 在实际应用中 走会和实际情况 出现偏差 根据实际工作中的反馈 无断的认识错误 调整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对于任何一个领导来说 都是不可缺少的优秀品质 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之后 林彪果断停止了 和国军在锦州的决战 于12月上旬 直接指挥新四军三师 和山东一师大踏步的后退 到达了锦州以北的异险 在那里休息了一天 然后继续沿着清河后撤 到达了府心 在府心 林彪召集了新四军三师 和山东一师 团体上的干部 开了一个会 传达了中共中央 对于东北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 总结了新城附近 一战的经验教训 林彪和黄克成 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讲话的总的精神就是 根据中央的决定 在东北的当务之急 应当是建立根据地 广泛的发动群众 肃清土匪 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 为今后的反攻 打下可靠的基础 中共中央这个方针的提出 主要是基于当时 整个东北的敌我态势 还是敌强我弱 从兵力上来看 国军部队将近30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 只有十多万人 从装备上来看 国军部队几乎都是 每些装备 而民主联军 基本上还是一般的轻武器 也就是步枪加轻重机枪 而且弹药比较少 有的部队装备 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削弱 再加上民主联军的部队 很多都是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 又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 而国军则是乘坐着 轮船和飞机来的精锐之师 东装齐全 武器精良 凭借着这些优势 他们长期置入 东北的一些大城市 相继被国军所占领 而乡村还被土匪所占据 那么民主联军 则处于既少工人 又少农民的中小城市 因此呢 林彪和黄克成 在讲话中就指出 部队当前 不易进行大规模作战 最重要的是 尽快建立后方 站稳脚跟 让部队能够得到短期的休整 使伤病员能有安置之处 使得后勤供应 和兵员能够得到 原因不断的补充 被将来的大规模作战 打下基础 林彪当时还谈到了 重庆谈判的问题 他说 蒋介石让毛泽东 去重庆和谈 只是个阴谋 目的是在于拖延时间 好让他能够调集精锐部队 在关外大打 先解决东北问题 因此 东北民主联军 必须立足于打 立足于消灭 国军的有生力量 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 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在这一点 不保持警惕 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 那么结合星城战斗的经过 林彪又讲了 对敌作战的一些战术原则 在作战的规模上 林彪强调 先以小打的方式 摸索经验 熟悉情况 然后在适当的时期 再打大仗 在作战的原则上 林彪强调 每战要以数倍 以至十倍 二十倍的兵力 去对付敌人 对于作战时机的选择 林彪强调 应当是在敌人 刚刚到达一个新的地点 还来不及 出好攻势的时候 发起突然袭击 使得敌人措手不及 在作战的具体战术上 林彪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一点两面 三三制 所谓一点 就是集中力量 攻敌一点 所谓两面 就是包围好 截断敌人的后路 所谓三三制 具体的说 就是把一个班 分成三个组 每组三刀四人 在战斗中 充分利用地形地物 以疏散的队形 前进 从而避免 敌人的火力杀伤 减少自己的伤亡 林彪所提出的 这些战术原则 一点两面 三三制 包括他之后提出的 四组一队 四块一蔓等 既简单 又实用 在日后的 东北战场上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东北民主联军 他们后来的训练和打仗 完全是按照 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 进行 由于东北的条件 比较艰苦 和出关前 动员时的描绘 有着较大的差距 所以林彪在会上提出 各部队必须加强 政治思想工作 深入细致地 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动员大家 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他还要求各个部队 必须严格遵守 三大纪律 八项主义 动员一切力量 发动群众 组织和依靠群众 剿灭突匪 建立自己的政权 要在近几个月内 打下可靠的根据地基础 这是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 到达东北之后 第一次团以上 干部会议的大致情况 这次会议开完之后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 毛泽东在12月28日 给东北局 包来了后来被提为 建立巩固的 东北根据地的电报 电报中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 在东北的任务 就是在东满 北满和西满 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应该把东北的工作重心 放在距离 国民党占领中心 较远的城市 和广大农村的方面 让开大陆 占领两乡 以便发动群众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逐步地积蓄力量 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电报还指出 中国共产党目前 在东北的工作重心 是群众工作 只要能够发动群众 建立根据地 把这种思想 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术中去 动员一切力量 迅速从事 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那么中国共产党 就能在东北和热和 立足脚跟 取得确定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个电报 进一步统一了 东北军政人员的思想 也明确了 东北的工作方针 在俯新召开完 团引上干部会议之后 林彪和黄克成 商量后决定 部队继续后撤 撤退的时候 他们兵分两路 梁生初率领的山东医师 和彭明志率领的 新四军三十七旅 这两支部队 相互靠拢在一起 沿着北宁路北上 由林彪亲自的掌握和指挥 新四军三十的其他部队 包括师部 八旅 十旅和独立旅 由黄克成指挥 从府心出发 经张武继续向北 最后占领通辽 那林彪就直接率领着 彭明志的三十七旅 和梁生初的山东医师 经张武到了法库 住在法库以南的秀水盒子 秀水盒子位于 游北向南的秀水盒 和东西横贯的 张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处 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庄 那么就在这个秀水盒子 林彪亲自指挥下 打了东北民主联军 在东北第一个漂亮的 尖卫战 这一仗呢 是在东北民主联军 当时节节后退的情况下 完成的 他对于打击国军的气焰 恢复和坚定 东北民主联军的斗争信心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战斗的全过程 1946年春节 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 总司令部 设在秀水盒子的 一个小学校里 所谓总司令部 其实就是几个参谋 一个秘书 一部电话而已 林彪通常都是用 这么几个很少的人 来指挥队伍 春节按照习惯 山东一事的梁行初 气旅的彭明志 朱迪新 分别率领下属各团的干部 去给林彪拜年 林彪给大家讲了话 集体会了餐 这个时候呢 尾随民主联军 北上的国军 已经占领了新民和战务 国军的气眼十分嚣张 他们的13军 89师 226团全团 和265团的一个营 和山炮连 汽车连 毫无顾忌 国军深入 逼近了秀水盒子 这个机会难得 从兵力上来说 东北民主联军 占有绝对的优势 国军只有四个营 而这边山东一师是三个大团 七旅也是两个大团 这意味着民主联军 以六个团的兵力 去打国军的四个营 从双方部队的部署上来看 林彪率领的这两支部队 已经在秀水盒子附近活动 在部署上 不用做多大的变动 就可以投入战斗 而且这两支部队 经过半个月的修整和练兵 体力和战斗力 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低高 相反国军是远道而来 善于抓住战机的林彪 当然不会放过这么难得的 尖击机会 他当即决定 部队撤出秀水盒子 在附近集结待机 等到国军进入的秀水盒子之后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为了统一作战指挥 林彪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 由彭明志任指挥 梁行初任副指挥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 尽管彭明志只是旅长 而梁行初是师长 但梁行初原来一直担任的是 彭明志的军事上的副省 所以林彪的这种安排是合理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林彪对于彭明志的军事指挥能力 是认可的 林彪指挥打仗的时候 一贯都是亲临第一线 具体部署指挥 选择主攻的突击点 他拟定的作战部署就是 七旅十九团和二十一团 在秀水河的东南方向 实施主要的攻击任务 七旅二十团进到刘家窝棚地区 负责阻击新民 公主团方向的来源之敌 辽西军区保安第一团 归七旅指挥 配合二十团作战 山东一师一团和二团 在秀水河的以北和西北方向 实施主要攻击任务 三团集结于四爱窝棚 燕炮台一带 负责阻击由张武方向的来源之敌 保障民主联军侧候的安全 二十一日黄昏 彭明志率领七旅部队 按照战前的部署 向着秀水河子接近 在团子山和国军先头部队的 一个营接触 十九团当即由正面进行攻击 二十团绕到团子山的西面 准备断国军的退路 但是国军发现民主联军之后 立刻退回了秀水河子 二十二日上午 七旅二十一团 禁制东西八家子和拉拉屯 与秀水河子合和相貌 下午 国军以两个营的兵力 向二十一团出击 二十一团恶守阵地 战斗到了傍晚 国军又退回了秀水河子 二十三日下午 十七时三十分 民主联军的总攻开始 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 一十一团二团 从东北西北方向发起了突击 七旅的十九团二十一团 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发起了突击 国军以猛烈的炮火 拦阻民主联军部队的前进 并且在村北和西北高地 拼命的抵抗 山东一式部队 反复冲锋了多次 仍然没有能够冲破 国军的防线 敌我双方始终处于 娇着状态 战斗十分的激烈 秀水盒子的南方 是国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七旅的十九团二十一团的突击方向 正好选择在了这里 结果他们意图成功 占领了秀水盒子南侧的一些村庄 和一个高地 并且趁势就向北发展 南部被突破之后 国军慌乱了起来 把炮火仓促的向南转移 趁着这个机会 北面山东一式的一团二团 再次发起了进攻 集中火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并且在二月十四日 零时三十分进入村庄 至此呢 七旅和一师的部队 全部突破了国军的层层防守 之后 民主联军的进攻部队 冒着国军密集的枪弹 猛打猛冲 迅速的向秀水盒的中心发展 国军呢 则是倾其全力 利用攻势 防污 院墙 进行拼死的王抗 不断向民主邻军发起反击 战斗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战斗进行到二月十四日 凌晨四时 攻入秀水盒子的各部队 勇猛穿插 穿墙越越 逐街 逐院 逐屋的和国军展开了争夺 各部队互相配合 从四面八方 向国军的团部压缩 最终打掉了国军的这个指挥机关 这个时候国军已经溃不成军 大部分脚枪投了降 只有266团的团长 率领少数的余部 向西南逃窜 最后呢 也被民主联军全部截获 凌晨六时三十分 秀水盒子战斗全部结束 正当秀水盒子战斗激烈展开的时候 国民党52军26团 从新民公主团方向来源 进到秀水盒子以南 太平庄 大荒地以带 担负阻击任务的七旅20团 迅速进到皇家荒地 凤鸣山一线 和来源的国军 死打应拼 歼遍国军一百多人 迫使国军的援军撤回 增援没有奏效 这次作战 东北民主联军全揭了国军四个营 俘获的国军官兵近三千人 缴获了国军所有的武器 包括火箭筒 六零凯击炮 火箭发射器 轻重机枪 三菱步枪和弹药等不计其处 另外还有美制的石轮卡车 十二辆 战防炮 六门 有些西式武器 是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原来都没有见过 秀水盒子这一仗 打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威风 事实证明 东北民主联军 能够战胜全副美体装备 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军 那民主联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是因为他们正确使用了 在战略上以少胜多 在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 抓住了国军轻敌冒进的有利时机 集中了优势兵力 打击孤立突出之敌 打得干净利笼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出关之后 所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戒面战 而主要的执行人 就是彭明志和梁兴初 在秀水盒子战斗之后 中央军委特意发来了贺电 贺电中说 在顽敌进攻下 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 国民党将不得不承认 我在东北的地位 1946年春节以后 黄河成率领除七旅之外的 新军三师离开了通辽 来到了郑家屯 与李富春所率领的 中国中央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会合 不久呢 打完秀水盒子战斗的彭明志 也率领七旅来到了郑家屯 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命令 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 所谓西满指的是中长路 沈阳至长春县以西的七旗哈尔 开鲁 普新 郑家屯 福渝等地区 中央任命李富春 作为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黄河成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 分局和军区的驻地在郑家屯 紧接着呢 新自军三师的领导机构就分成了三拨 市长兼政委黄河成 率领师部留在郑家屯 与西满分局和军区机关一起工作 副市长刘震 率领八旅和特务团北上 在前郭琪服役一带建立辽西军区 负责开辟松花江两岸的工作 副市长兼参谋长洪学志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率领七旅十旅和多立旅 随着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 政委逃住 南下法库 洪学志当时兼任了辽西军区副司令员 副法宪兼任了军区副政委 他们率领的部队呢 就分别驻在法库康平开园铁岭一线 沿着北宁路和中长路 在辽河两岸和国军相对峙 当时他们的任务有三个 一个呢是监视国军 组织国军向北前进的时间 二是阻击国军 力争在阻击中消灭有可能被民主联军消灭的国军 三是保护根据地的建设 同时发动群众 搞土改 清剿土匪 建党建政 由于大批国军的精锐部队已经掉进了东北 1946年2月 国民政府在南京组织了7000学生上街游行 要求苏联红军立刻撤出东北 随即斯大林就下令 要苏军从东北的各大城市全部撤走 3月13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着中长路撤退回国 第二天3月14日国军就进战了沈阳 接着又先后占领了安山 海城 营头 辅顺 铁岭和法库等地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了架势 3月14日苏军撤出了四平 林彪就命令三十十旅 趁势在3月18日攻下了四平 4月中下旬苏军又陆续地从长春 哈尔滨 齐齐哈尔等城市撤退 那么东北民主联军就相继于4月18日攻占了长春 4月24日攻占了齐齐哈尔 4月28日攻占了哈尔滨 填补了苏军撤出之后的真空 那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进展大城市之后 获得了一部分的军用物资 这就使他们的武器装备得到了一些改善 机要问题也迎刃而解 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 同时呢 根据地的建设步伐也得到了加快 但是国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的正面冲突也迅速的爆发 这就是四平保卫战 那么关于四平保卫战 以及彭明志所率领的七旅 在四平保卫战中的表现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 感谢观看